目前尚不清楚這台車設計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搞笑還是這樣騎真的有比較舒服 不過國外已經有量產類似的東西了 據說是給一些膝蓋不好、過度肥胖而無法在地面上跑步的人使用 在網路社群當道的年代 我們比過去更容易接觸到別人的成功與光鮮 卻更難看到別人背後的低潮和陰暗面 雖然現在每個人不光彩的另一面也很容易被爆出來 可是大體上人性就是愛好成功、討厭失敗 哪怕我們都知道失敗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 但人性就是容易偏好那種不需要經歷挫折的成功案例 此外也容易放大失敗的痛苦 認為失敗等同於毀滅 就連知名鼎鼎的大企業設計師其實也是會失敗或是犯錯的 而且不少案例翻車的程度比你我想的都驚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Randon 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幾個在商品史上重大失敗的作品 說到失敗的東西 大家應該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網拍上的垃圾小物 或是惡搞玩具、詐騙商品之類的 但是今天提到的作品都不是這種出自爛造的東西 都是非常正式推出有大企業背書的商品 甚至有幾個都非常的有野心 想要帶來突破性的發展造成大流行的設計 如果你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用很弱小的話 看看這些東西相信會大幅提升你的自信 第10名Velizzi Bike 由德國設計師Tom Hambroke與Julie Speller設計 其實將自己吊掛在腳踏車上 然後靠自己的兩隻腳在地面上奔馳 跑累了還可以把腳收起來滑行一小段 這個設計其實還可以再更簡約一點 基本上將前後兩個輪子拿掉也完全無妨 直接解構了自行車的定義 從交通工具升級成行為藝術 目前尚不清楚這台車設計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搞笑還是這樣騎真的有比較舒服 不過國外已經有量產類似的東西了 據說是給一些膝蓋不好過度肥胖而無法在地面上跑步的人使用的 但目前尚未有科學證實這樣的運動方式是否可以帶來和傳統跑步一樣的成效 和提升心血管的效益 也不知道這樣的運動效率是否良好 目前一台藥價5萬台幣 這邊推薦一個200元的替代方案 根據我的研究 這個替代方案在宣稱的功效上幾乎一樣 也可以抵消體重對腿部帶來的壓力 就是游泳 不客氣 我們感謝今天的乾爹 當樂園 並沒有 Fleasy Bike 理念兩顆星 創意三顆星 技術三顆星 第九名紙湯匙 只用一張紙就可以折成了湯匙 利用特殊的折法結構撈湯水可以不會漏 而且持我感不錯 攤開來就是一張紙 不僅環保不管是放在泡麵的碗裡或是廠商的倉儲都可以大幅節省空間 這看起來不差的設計失敗原因就是因為消費者不會折湯匙 這個湯匙後來似乎在中間有了輔助折線 但貌似第一版是沒有的 那時的設計師還特別拍了一部土砲感十足的宣傳影片 但連免洗怪都會拆歪的我而言還是算了吧 而且美國人根本就不在意環保 塑膠湯匙怎麼了嗎? New Spawn 理念三顆星 創意四顆星 技術兩顆星 第八名 推特機 Twitter Peak是一台可以看Twitter的機器 沒錯 它就只能看Twitter 有的售價為99美元的青春版和200美元的永久免費無線網路尊絕版 正在現在的角度這個東西實在是很蠢 但如果這個是在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的年代發售 說不定有一些推特狂粉會下單 但問題就是它是一個智慧型手機時代的產物 Twitter Peak在2009年上市 那時候iPhone已經出了第三代 黑莓機HTC都開始推出智慧型手機 200美元的售價雖然相對於手機還是挺便宜的 但那時配合電信榜約 200美元足以拿到一支智慧型手機 沒有人會想花錢買一個只能看Twitter的哈店族 此外不少科技部落客聲稱這台機器反應遲鈍 而且只能顯示前20個字符 因為只支援Twitter 如果一條推文裡面附上了其他網站的連結是無法開啟的 連自己唯一的功能都運作不良 剩下的就是這台機器允諾的免費網路 但明眼人都知道在科技世界裡沒有什麼是永恆的 永久免費得建立在公司能夠永遠營運這個前提上 如果破產的話是別想讓我繼續幫你付網路費的 所謂永久不過是以後再說 Twitter Peek 理念一顆星 創意兩顆星 技術兩顆星 第七名 外星榨汁器 由設計界最具創造力之一的設計大師Philip Stock 超刀設計 據說是在他吃烏賊沙拉時靈光一現想出來的 這玩意的人應該有不少搞設計的朋友知道 售價三張小朋友 這東西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他算不算失敗 作為外星人肯定是沒問題 顏值高雅 身體的機能也非常適合攝取檸檬 頭部可以擠壓果肉 身上的線條可以幫助果汁流到胯下匯集成流 但是以上功能僅限於人類的想像 這東西作為榨汁機肯定是不如蝦皮上399一個的榨汁器來的好用 據說擠在桌面上的果汁遠比在杯子裡的還多 此外僅三隻的纖細長角也挺不住過度用力的榨汁 這東西90年代一上市就熱銷60萬隻 此外這隻外星人還推出鍍金限定版 並且特別標示不建議用來榨汁 鍍金可能會被酸食 常有人說設計與藝術的差別 就是設計是有目的性的並且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那麼設計一個哪用的榨汁器來解決人類對於美感的需求 這是設計還是藝術呢? 外星榨汁器 理念4顆星 創意5顆星 技術 1顆星 第六名手機紙套 Fonefinger 在2007年一名奧地利人發明了這個戴在手指上的紙套 聲稱是為了一些不想弄髒智慧型手機的人設計的 這東西確實可以防止指紋和髒污 但就是看起來太詭異 而且據說太緊 要用的時候挺不方便的 這東西被時代雜誌列為50項最糟糕的發明 但其實這東西的概念不錯 只是用錯了材質和賣給的不對的人 現在這種手機紙套其實還有 客群是手遊電競玩家 材質也變得更透氣更輕薄 手機紙套 Fonefinger 理念3顆星 創意3顆星 技術1顆星 第5名DMC跑車 這台車相信某些人應該是再熟悉不過 就算你沒看過《回到未來》 也一定看過這台車被無數的致敬 出現在遊戲和影視作品裡 但這台車的廠商 The Ronin Motor Company 其實在給博士改裝成時間機器的時候 就已經在現實世界中倒閉了 因為這台車基本上只有車殼值得一提 DMC公司創始人John Zachary Derrovian 也是一個車界傳奇 知名的龐蒂克GTO 正是由他帶領的部門所製造出來的 由於厭倦了大公司的文化 他決定出來自行創業 這種勵志故事的騎手勢 很快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是否我們能夠見證 關於這名底特律夢想家的傳奇之路呢 這台車作為該公司的第一個項目 從外觀看起來非常的吸引人 領先Tesla Cybertrunk 40年的全車306不鏽鋼車身 後中置引擎 寬敞的空間和舒適的內裝 還有著看起來趴到不行的OE車門 外型看起來充滿了先進感 但是這台車的優點也僅此而已 此車配備了一具由Pageo、Reno還有Volvo 開發的2.8V6引擎 但是動力卻可憐的只有130匹 實際速度也是慘不忍睹 美國車就不講操控了 直線0百加速居然要10秒 配備的是自排系統 也是啦10秒0百也沒人在意起步加速了 這台車可能連阿蘇的破85都追不上 這台跑車被定位成了豪華超跑 要價25000美元 超跑的售價 買菜車的品質 這是一台註定永遠飛不到未來的汽車 DNC12 理念4顆星 創意4顆星 技術1顆星 第四名 黑膠隨身聽 在1980年代Sony推出的 Walkman隨身聽席捲的全球 Audiotanic鐵三角也想要加入這場遊戲 但他們推出的是黑膠唱片隨身聽 AT727 Sound Burger 阿不是這個 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的問題也顯而易見 這台唱機一點都不隨身 黑膠不僅尺寸過大而且脆弱 需要在平坦的地方才能順利轉動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得小心的捧著 然後移動到一個地方停下來播放 因為走路的晃動都可能會刮傷黑膠 Sound Burger完美的體現什麼叫做無視產品特性 就盲目跟風的下場 不過這台機器的性能倒是相當不錯 在這個尺寸下音質似乎相當優秀 成為了部分黑膠愛好者的收藏異品 鐵三角也復刻了產品線 現代買到的版本是將它當作輕便唱技的定位來賣 並且加上了藍牙功能 確實看起來就合理多了 有沒有黑膠的發燒友用過這東西的 歡迎留言評價一下如何 Sound Burger 理念一顆星 創意兩顆星 技術四顆星 第三名 Philip Stark Hot Butter 這個相機的現代雕塑的神奇造型 又是我們的法國設計大師Philip Stark 菲利普史塔克所設計的作品 它是一個熱水壺外型非常的前衛 像是一個會在沙丘裡面出現的外星樂器 這個水壺的外型是根據一個理念叫做 Amerable Aerodynamics 不會移動的空氣動力學 這概念看起來很鬼扯 但其實也算是有根有據 在美國的1930年代 因為空氣動力學的設計 開始出現在汽車跟火車上 那時候大家看了都覺得這種 減低風阻的流線型設計很炫酷 所以那時候什麼削遷筆機 訂書機 吹風機都弄得很圓潤 或是看起來很有速度感 但其實完全沒有任何實用的意義 可口可樂的瓶子 蘋果的電腦其實也深受流線型美學的影響 只是沒有像當年這麼誇張啦 拿個水壺而已 到底是要減低什麼風阻 拿著會走的比較快嗎 但這都不是重點 這個水壺的使用體驗真的是爛到不行 首先這個水壺是完全無法打開的 它倒水進去的地方就是那個握把的位置 洞口小到一個不行 也完全不可能知道水到底裝到哪裡 只能憑感覺裝滿 然後最白癡的地方 就是當你提著一壺熱水沖泡東西的時候 滾燙的蒸氣會從提把的洞口冒出來 直接把你的手臂煮熟 再來就是因為出水口用了一個滾珠結構擋水 應該是防止從後面裝水的時候 水從前面流出來 結果要倒水的時候 必須要非常垂直水才倒的出來 這下子連一臉跟著煮熟了 水流看起來也非常的不穩 然後因為沒有辦法拆開來清潔 作為培養細菌和蟑螂的培養皿倒是挺適合的 結論這玩意兒就是一個美學垃圾 Alesi Heart Berta 理念一顆星 創意四顆星 技術一顆星 第二名青春期的Skipper 芭比娃娃是由Metel 美泰公司所創造的經典玩具 這個老字號的玩具公司 靠著芭比娃娃和瘋火輪小汽車 作文的行業龍頭 Skipper是由1964年美泰設計的角色 是芭比的妹妹 在1970年代 美泰大概是想要推出Skipper少女的版本 水一個系列 得想辦法讓Skipper長大才行 所以他們推出了這隻成長型Skipper 作為過渡商品 試圖告訴孩子們 Skipper已經要變成大姐姐了 這隻Skipper只要旋轉他的左手 胸部就會突出來 身高還會長高一點 這個詭異到不行的玩具 一推出立刻被罵得狗血淋頭 有時候一根上網也是挺無助的 進入青春期的Skipper 理念一顆星 創意一顆星 技術兩顆星 夏威夷椅 這張椅子成功奪得了今天的第一名 這張夏威夷椅是針對辦公室長期不動的上班族設計的 號稱可以有效地按摩體內的器官 並且增加身體的活動量 只要坐下就可以邊跳草拳舞邊上班 具體是否有功效不知道 但使用的畫面實在是太荒謬了 知名脫口秀主持人艾倫在節目上開箱了這張椅子 什麼好有趣的是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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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做什麼 在這裡 你能… 例如,在你工作上… you can just pour hell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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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ure wait a second hold on hold it there's different speeds but can you imagine let me just show you how comfortable this is to have a hello how does that feel on your abs good yes it works some do you feel like you're working out oh yeah i can definitely see myself using this chair it's really great at work isn't it yeah yes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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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也可以寄信提供自己知道的失敗作品給這家博物館 非常有趣 我覺得檢驗一個人的品格或是評價一個國家甚至是民族 面對失敗的態度是一個很重要的評估 德國是一個曾經犯下納錯的國家 是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大反派絞死棍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努力成為了歐盟中為首的國家之一 大家現在想要德國是優秀的工業、設計和歐洲中相對不錯的治安與素質 他們並不是靠洗白和掩蓋歷史 而是不斷地面對自己過去所犯下的錯 坦誠地記取教訓、不忘歷史 同時勇敢向前 此外我們也需要重新檢視自己對成功的期待 我覺得有時候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有時候會有一個錯誤的預期 就是成功人士生活是沒有失敗的 但這明顯是不對的 很多成功人士還是會翻車 電影公司還是會拍藍片 大公司也會推出超爛的商品 也有很多厲害的革新者 即使失敗仍然不會因此忘記創作發明的熱情 甚至將承擔風險當作是一場快樂實驗 能戰勝失敗的不是成功 而是熱衷探索樂於生活的靈魂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這個未來應該會出成一個系列 今天的主題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一起來投稿吧